大家好 欢迎收看健康大一爆破炸讲堂 我们是有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夏祥 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三种食疗方 适合肝硬化 患者吃 对病情有帮助 在评论区回复食疗方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食疗的那些事 得了肝硬化 其肝脏功能已经很差了 不能正常的代谢和解毒 体内的有毒物质 患者必须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 防止出现并发症 同时要注意饮食上的调理 一 佛手白勺梳干汤 把15克茯苓白勺 30克白勺挡身 9克佛手花 制干草 以及素心花 以及佛手花放在锅里面进行煎煮 过滤渣取出汁 每天喝两次 此方法具有形器止痛 以及梳干健脾的效果 适合于肝育皮虚型的肝硬化患者 主要症状有食欲不振 全身无力 胸口闷痛 两肋部胀痛 脾气暴躁 恶心呕吐等 2 急鱼根 首先把三条新鲜的急鱼 彻底的清洗干净 30克伤露和吃小豆 放在一肚子里面 使用线缝好 放在锅里面 清蒸熟烂 成根就可以了 每天空腹吃三次 适合于肝硬化患者 伴随着水湿偏肾 腹泻 小便不利 腹部胀痛 以及食欲不振的人群 3 红花炖猪鱼汤 把一个猪鱼洗干净切成块 加入9克 素心花和红花 隔水炖熟 每天喝一次即可 特别适合于气质血瘀型的肝硬化 主要症状有 身上出现蜘蛛痣 食欲减退 两类疼痛 以及蛇痣紫案本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次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同一期交流 关于食聊的那些事